借色86天心得 为什么我想借色 我的过往邪淫故事 作者 莫扎尔特 今天想分享自己的邪淫故事 为什么我会想借色 是想不开吗 还是想开了 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 我们继续看下去 也许有不少借色新人 会好奇为何要借色 识色性也 性 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我个人认为 人有性欲很正常 才能繁衍后代 但是性欲要用在对的地方 而不是单纯想发泄 否则 身体一直消耗 精华散失 健康就出问题了 这就是我想借色的原因 我在以前的文章提过 我小时候不懂 约小五 小六就开始染上手淫 当时只觉很舒服 也不知会对身体有害 加上国中健康教育课本 又说手淫无害 真的害死人 所以就更长手淫 持续十几年 后来发现身体越来越差 很多症状跑出来 包括气虚 怕冷 阳气不足 长痘痘 便感难成形 说话有气无力 精神违米 怕生 自闭 害羞 思考能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 攻克退步 等 还有最明显的长不高 基本上国一左右 骨头末再成长 所以 我身高娇小 骨头又细 根本不像男生的骨架 儿童学们则是国三个个 突然大成长 都比我高一个头以上 只有我没再长高 真是令人悔恨 此外 因为精华一直被打掉 人的肾经跟脑脊液 是相通的 肾经不足 脑脊液会往下补 自然脑力下降 导致思考能力下降 所以大脑无法做复杂的思考 自然数学 物理 等科目 我成绩是最差的 当然也上不了好学校 高中 大学都是私立 而且很一般的学校 出社会后 也找不了好工作 也待不久 因为体力 耐力 思考力都下降 又因精力不足 所以特别怕事 应便利又差 所以根本无法担任什么要职 只是很一般的基层员工 又因思想简单 反应慢 不会聊天 阴气沉沉 跟别人不好相处 所以人很孤僻 还常受到欺负 排挤 以上就是我从青春期 就开始手银的下场 一直到十几年后的最近几个月 无意间爬文 看到很多手银有害 借色等相关部落格 文章 才幡然醒悟 原来我身体差 脑力弱 命运变差 都是手银惹的祸 然后看到不少借色前辈的借色文章 网友手银坏处心得 以及借色后的转变 更令我立志想开始借色 最终踏上借色之路 当然中间也失败很多次 只是我一直总结失败的原因 并加以改正 今天才能借到86天 同时尽量每天找空档写借色文章 一来是借色记录 二来 青少年给享受银的人警惕 三 也能请大家督促我借色 所以 我借色的目的 就是为了恢复身体健康 找回失去的清净心灵 以及改变不好的命运 那我是不是会一直借色下去 也不交女朋友或结婚呢 当然不会 我目前是在养身体 等到合适的女孩子出现了 才能给人家幸福 而且 我一定会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并婚后才性行为 除了珍惜对方 也想上户良缘 当然婚后一定会有适度的性行为 这是正淫 是允许的 而且相信我再借一年 配合正常作息 练八段紧 身体应该能恢复到九成 到时婚后才有精力适度开机 最后 也想给青少年朋友机句话 青春期一定不要看A片 不要手银 否则你一染上手银 很容易脑力下降 对脑部可能就是永久的伤害 到时你思考能力下降 就不用肖想有好成绩 考上好学校 或是找到好工作了 所以 想要有好的脑力 成绩 你一定要少看A片 少手银 把精力专心花在读书 培养兴趣 运动 人生目标上 相信你未来的前途 一定更加灿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